这首以广东话演唱的麦罗耶 老一辈的人应该不会陌生 曾几何时 像英文化在吉隆坡华人熟悉的瓷场街盛极一时 像戏曲和黑胶唱片 正是昔日瓷场街的一个标记 但随着时代步伐的演进 这种以方言来说唱的相依文化已经逐渐没落 而瓷场街 一个吉隆坡华人的重要地标 如今也只沦为外国游客购买联交物品的地方 为了挽救即将消失的集体回忆 著名行为艺术家张吉安 筹备了一个名为瓷场家相依馆的项目 希望结合相依文化艺术和瓷场街的要素 以另一种方式赋予这条老街生命力 我们知道这条老街除了有吃除了有买 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厚度的地方 我们希望是以建设的方式 让更多人去关心这条老街 要用什么来建设它 我们就以文化和艺术来建设它 以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 去让大家看到这条老街的生命力 这个瓷场家相依馆我们会专注在以展示 演出甚至是艺术家的交流计划为主 所以我们不要会专注在把瓷场街过往的文化艺术的一面 比如说民间的艺术 相依的艺术 甚至是我们收集到老唱片 老照片 展示在这个空间里面 张吉安表示 相依文化其实正好反映出马来西亚华人的独特性 但可惜时至今日它已沦为弱势文化 其实马来西亚华人最独特的文化的整个素养也好 文化的整个厚度也好 都是南方文化 而南方文化里面恰好都是南方的相依文化 可是你会发觉到当相依这块文化 它慢慢的被人遗忘之后 它连接的就是很多的民间的文化艺术 包括民间的大戏 民间的戏曲 民间的音乐 甚至我们的古迹 因为很多古迹我们埋下的 比如说城市书院也好 或者是民间的建筑 它都是相依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当我们不了解相依文化的时候 我们接着就会慢慢的对民间的相依的载体 就会慢慢的比较少这方面的认知 去打造相依馆 玩旧相依文化 资金是一个极大的考量 那这个空间当然我们需要很多的支柱 包括我们住这个场地也相当的贵 我们需要很多的活动费用啊等等 现在还目前还在筹资的阶段 这个地方它是属于民办的 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也希望如果企业家也好 慈善家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团体 他们能够以多元的资助方式来资助我们 очки quot avanz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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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面 joluk nom